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10月1号星期二晚上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参议杰蒂万斯 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兹 在CBS展开了他们首场也是唯一一场辩论 就外交政策、边境安全、堕胎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辩论的结果显而易见,尽管再次出现三打一的局面 但是,万斯凭借自己的能力赢得了这场辩论 而且还对主持人进行了反核查 他冷静、睿智、礼貌、简洁而进退有度的表现 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与之相反,沃兹虽然表现得很努力 但出现了几次比较大的失误 在很多问题上避重就轻 甚至传播明显的虚假信息 导致他的支持率大幅下跌 在传统上,副总统辩论被视为二流辩论 但由于川普和哈里斯不太可能在11月5日投票前再次进行辩论 因此,这场副总统辩论成为人们了解总统候选人解决国家面临重大问题的窗口 辩论双方的压力和风险就更大了 副总统是总统做决策时最重要的幕僚 副总统候选人的人品和能力将在辩论中接受拷问 星期后的变乱由CBS新闻主播诺纳奥·奥唐纳和玛格丽特·布兰南 在纽约CBS新闻中心主持 当天,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 有近5万名码头工会工人罢工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袭击 发射了近250枚弹导弹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似乎一触即发 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两位候选人是否制止以色列 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 沃尔兹明显很紧张 一开始就表现得很糟糕 在谈到白宫需要稳定的领导力时 说话磕磕巴巴,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他说,在哈里斯的领导下,世界更加安全 而且将矛头指向了川普 提到川普与哈里斯的辩论 说,很明显,几周前 全世界在辩论舞台上看到了这一点 近80岁的塔纳的川普 谈乱观众人数并不是我们此刻需要的 而万斯的回答则直接而其中要害 他首先为川普辩护说 川普给世界带来了稳定 他通过建立有效的威慑做到了这一点 万斯接着说,人们害怕越界 塔纳的川普认识到,要想让人们害怕美国 就需要通过实力实现和平 他们需要认识到,如果他们越界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让世界重新恢复稳定与和平 至于以色列是否先发制人打击伊朗 万斯说,以色列应该自行决定如何保卫国家安全 当我们的盟友与坏人作战时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寄予支持 沃尔兹无法反驳万斯的说法 则开始抨击川普反复无常 试图将中东危机归咎于川普 他说,川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 伊朗比以前更接近拥有核武器 万斯反驳说,战争爆发时 川普并不是掌权的人 他说,星期二的导弹袭击 是因为派当哈里斯政府解冻了伊朗1000亿美元的资产 伊朗用这些资产资助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 万斯还说,你指责唐纳的川普 但过去三年半里谁担任副总统 答案是,你的竞选伙伴而不是我的 他再次为川普辩护 说,川普始终致力于让世界更加安全 沃尔兹州长可以批评唐纳的川普的推文 但有效明智的外交 以及以实力实现和平 才是让这个治理破碎的世界恢复稳定的方法 唐纳的川普已经做到过一次了 万斯还提醒选民 上一次美国总统任期内 没有爆发重大冲突是什么时候 唯一的答案是 在唐纳的川普担任总统的四年期间 在第一个话题上 万斯玩上沃尔兹 前,美日通话白宫记者沙加尔·安杰蒂在X上 将沃尔兹的失败归咎于极度紧张 从电视画面中看 今年60岁的沃尔兹确实是很紧张 他握着双手 疯狂地记着笔记眼睛四处张望 CNN主持人达纳巴士认为 沃尔兹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太少 需要更多的练习 据《纽约邮报》报道 自从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以来 万斯已经接受了60多次采访 几乎每天都在接受对抗性采访 而沃尔兹仅仅接受了几次采访 只有万斯的七分之一 其实 沃尔兹的紧张并非完全因为准备不足 关键是 他在为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时 不得不说些假大空的话 导致他缺少自信 皱着眉头 说话磕磕绊绊 说到紧张 今年40岁的万斯在辩论后表示 自己其实也很紧张 他只专注于问题 而没有注意到沃尔兹是否紧张 但有了川普的四年政绩 让万斯在辩论中感觉自信满满 在电视辩论中 两位候选人 还就边境、经济、堕胎和气候等问题 展开了辩论 万斯的策略是 将目标对转哈里斯 他将哈里斯描绘成一位副总统 在他任内 边境开放、油价、食品和房价飞涨 外交政策将世界推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而沃尔兹的目标也一样 他将川普描绘成一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 热衷于拥抱俄罗斯和朝鲜的独胎者 在认识期间未能保护边境安全 并制定了严厉的堕胎禁令等等 美国南部边境危机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辩论中 万斯表示 他去边境的次数已经比边境沙皇卡马拉·哈里斯海多 同时他还大力宣传川普保护边境安全的计划 而沃尔兹则批评川普 试图让共和党投票反对边境法案 事实上 今年2月 参议院制定的边境安全法案 因为暗藏了允许每天5000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从而被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否决 在谈到驱逐非法移民时 沃尔兹抨击万斯 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对海地移民的言论 称他妖魔化了海地移民 万斯回忌说 看看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 以及全国各地的社区 学校人满为患 医院人满为患 住房完全负担不齐 因为我们引进了数百万非法移民 与美国人竞争 辩论规则规定 在副总统辩论期间 组织人不进行所谓的事实核查 但CBS新闻的马格丽特·布兰兰 试图变相对万斯的言乱进行核查 结果反而被万斯进行了反核查 同时反映了万斯抓住机会的能力 布兰兰说 需要向我们的观众产清的是 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 却是有大量具有合法身份 临时保护身份的海地移民 万斯开始解释 但被主持人打断 他挥手说 参议员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万斯回答说 玛格丽特 我认为这很重要 因为规则 是你们不会去试试核查 但既然你在核实我 我认为 说出实际情况很重要 万斯继续说 有一款名为CBP-1的应用程序 通过该应用程序 你可以以非法移民的身份 申请庇护或申请假释 只要挥动卡玛拉哈里斯的 开放边境魔障 即可获得合法身份 这不是一个人进来申请绿卡 并等待十年 玛格丽特 而是我们自己的领导层 为非法移民提供了便利 布兰兰再次试图打断万斯的话 谢谢参议员你描述法律程序 万斯接着说 卡玛拉哈里斯开辟了这条道路 主持人切断了麦克风 万斯的表现 得到了保守派评论员的称赞 每日连线的马特沃尔斯说 万斯做得太棒了 他合适了主持人的事实 他们被迫切断了他的麦克风 以挽回面子 主持人彻底崩溃了 万斯的表现堪称大师级 福克斯新闻卷稿人乔·康查说 这和ABC变论一样糟糕 真是个笑话 尽管如此 万斯还是占据了舞台的主导地位 这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相对于万斯的出色表现 沃尔斯则出现了几次重大失误 他的第一次重大失误 发生在辩论进行到大约40分钟时 当时主持人提到了CNN的一番报道 沃尔斯自身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期间 藏在香港 而实际上他在奈布拉斯加 需要沃尔斯解释这一差异 主持人并没有提到沃尔斯 与中共的关系之内棘手的问题 这本身是一种避重救星的做法 意在帮助沃尔斯 但沃尔斯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 说 现在 我的社区知道我是谁 他们知道我当时的处境 我会第一个告诉你 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了我的社区 我尽我所能 但我并不完美 有时我是个半蛋 但我一直都是为他们着想 正是这些人选去我进入了国会 在那里我担任了12年的议员 在国会 我是两党合作最紧密的人之一 致力于我们完成的农业法案 和退伍军人福利等事务 这一回答 显然不能让任何人满意 当主持人再次询问时 沃尔斯不得不承认自己说错了话 但重复了他在大屠杀期间 在香港的谎言 他说 我对此所说的只是 我那年夏天到了那里 但说错了话 所以我 我只是 这是我说的 所以 我在民主抗议活动期间 在香港和中国 从中我学到了 很多关于智力需要什么的知识 在辩论进行到一个小时后 沃尔斯再次出现了 当晚最严重的事态 在回答有关枪制管制的问题时 他声称自己与校园枪击犯是朋友 主持人 诺拉奥康纳问 周长 你以前反对攻击性武器禁令 但直到后来 你的政治生涯才改变了立场 为什么 沃尔斯回答说 是的 我和桑迪虎克的家长们 坐在那间办公室里 我和校园枪击犯成了朋友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但是 沃尔斯仍然没有解释 自己从政后 为什么从拥枪者变成进枪者 他说 看看NRA 至美国步枪协会 我曾是NRA的一员 他们曾经教授枪制安全 我这个年纪 我的猎枪放在车里 这样 我就可以在足球训练后打猎 那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地方 其实 候选人说错话 或者在某件事情上改变了立场 并不是不能回答的问题 在辩论中 主持人也要求万斯解释 在堕胎问题上的改变 以及过去曾经批评过川普 万斯说 当时他不喜欢川普 因为他相信了一些媒体的报道 但事实证明这些报道 都是对他的履历的不诚实捏造 他接着说 塔纳的川普 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工资上涨 净收入上涨 为普通美国人谋福利的经济 以及南部边境安全 坦确地说 很多事情我都没有想到他能做到 是的 当你搞砸了 当你说错了话 当你做错了事 又改变主意时 你应该对美国人民诚实 因为篇谱的关系 我们就不展开说其他话题了 下面我们说一说 万斯对大选问题的回应 主持人说 川普不承认2020年的大选结果 万斯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万斯直接说不承认 可能会像川普一样 立即成为第二天 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目标 导致选情受到影响 沃尔兹马上对川普的选举舞弊指控进行攻击 并宣称 不愿接受选举结果 正在撕裂我们的国家 万斯的回应很到位 他说 让我们向前看 但我们必须记住 多年来 这个国家的民主党人 一直在对抗选举结果 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表示 唐纳的川普的选举 被弗拉基米尔普京窃取 因为俄罗斯人 购买了价值50万美元的脸书广告 万斯还说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如果我们想说 我们需要尊重选举结果 我同意 但如果我们想说 正如蒂姆沃尔兹所说 这只是共和党人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不同意 万斯说 质疑大选结果 是川普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 并提到了 川普因为质疑大选和伊尼奥事件 而遭受了政治审查 他说 真正对民主构成威胁的是卡玛拉哈里斯 和民主党对第一休战的战争 对于伊尼奥事件 万斯说 塔纳的川普在1月20号和平移交权力 而民主党领导人却说 他是对民主的独特威胁 这真是太荒谬了 纵观整个电视辩论 万斯的回答直接而具体 其中还穿插着个人的动人故事 而沃尔茨的回答则抽象而含糊 其中穿插着很多自由派媒体的谎言 包括川普2025计划 绝对的堕胎禁令等等 与此同时 万斯还以退为进 反击哈里斯的政策 比如 他首先对哈里斯沃尔茨竞选团队的某些政策表示赞许 包括扩大住房建设和提高住房可负担心 但他也反复质问沃尔茨 哈里斯为什么在认识期间 不去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万斯说 最重要的是 卡玛拉哈里斯 并不是以政坛新手的身份参选 他是现任副总统 如果他想实施所有这些政策 让住房变得更加实惠 我请他利用美国人民已经赋予他的权力 而不是坐在那里竞选 什么也不做 再看主持人的表现 他们有明显的偏袒 包括给沃尔茨一些软性问题 而给万斯却是一些棘手的问题 同时 他们有时也不给万斯反驳的机会 甚至审查他在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上的言论 事实上 万斯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 9月30号 他才发送了两封竞选邮件 承认新街晚上的辩论 是可以预见的操纵 注定是一场三对一的较量 不过 万斯的表现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10月1号晚上 Polymark的数据显示 在90分钟的辩论中 沃尔茨丢掉了35分 到辩论结束时 沃尔茨的得分为35分 而万斯则涨到了65分 反超沃尔茨30个百分点 当天晚上 川普向万斯表示祝贺 他在真相设美上写道 干得好 接地 我们将让美国再次伟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